挑戰時間7秒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新的少年 看今天這麼輕鬆的裝扮就知道 今天又是一個戶外教學 那有在看我們頻道的呢 就知道小弟我最近買了一台重機 但是重機到位了之後呢 駕照還沒到位 所以呢我就在我的學校呢 東海大學 旁邊找到一個駕訓班 瑞聯駕訓班 然後這間駕訓班呢它很酷 是台灣第一個就是在重機駕訓班裡面 能夠在這邊原地考照的重機駕訓班 然後呢還有你在路上看到有一些 就是車子上面是寫紅色的字 然後白色的牌 那個就叫職業自小 然後他們也是台灣史上第一個 職業自小能夠在這邊原地考照的 所以今天呢我就找到我的老朋友 午夜花報的車隊隊長 來跟我們陪同一起考照 然後還有我們公司的員工 跟一起討朋友 好話不多說 Let's go 讓他天長地久 讓他天長地久 最夢的人 最夢的人 為你在等候 我覺得看我們頻道的人 應該都沒聽過對不對 你不想一次 那是嗎老靈魂的 來吧第一次考試 對 打算 天氣 對 等他 我爸算是提早退休了啦 對 那就是 然後 對 我們這次也是 沒事想說 一把他拉出來他有沒有不要 有時候就是我覺得 長輩就是要讓他們有多一點 休閒興趣啦 對對對 不然在家裡會悶壞 嗯 會悶壞 至少再買一台了 哇 港地馬上學馬上會 馬上學馬上會啦 很多東西講九天份的你知道嗎 對啊 那個洪工 欸我爸來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爸這種哭水 那當然今天除了我要考之外呢 其實我們還帶了一群 好朋友跟好兄弟 要一起來考 好 裡面呢 有些會騎檔車的 然後也有一些從來不會騎檔車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騎檔車騎了50年 很棒 如果你以前是曾經騎檔車騎了非常厲害 像我們一樣 老司機一樣 換到重機就是非常輕鬆容易 但是呢 如果你從來沒有騎過檔車的朋友 就是你要騎重機就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 我們這邊就準備了一台 就是可以到時候 讓他們自己 把它立中柱立起來 先練習一下怎麼樣換檔 一檔二檔三檔 然後今天呢 有準備了非常多台車 就是這是街車啦 以前所有看到偶像騎的都是 仿賽車 追夢人 烈火戰車 街車呢它的好處就是 比較好操控 然後活動性也比較高 然後這次都是650cc以上 因為大型重機是500cc以上 雖然看起來都一樣 但品牌跟血統完全不一樣 Suzuki的SB650啊 CB650 哇CB就是小時候的回憶 以前小時候最常騎的車是CB400 然後CB650 CB650 CB650 F 還有遠方一台 Z650 一樣都是日本車 但是感覺就不一樣 那你現在考得過嗎 喔拜託 那種東西啊 如果沒什麼事我先走了 好那我們看上課 不會打檔的 我先有你 所以你還帶 就是帶 我好像不會打檔 哈哈 這台是Suzuki的SB650 那它本身是一個V型雙鋼的引擎 那V型雙鋼的引擎呢 最主要是扭力道 對好繼續 OK我剛才講到什麼 沒在聽 好OK引擎 讚好 那這個V型雙鋼的引擎呢 最主要是跟哈雷很類似 那哈雷呢 它最有名的就是 它的一個三節拍的聲音 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講解一下CPV車最重要的是什麼 態度 態度 心情 還有面穿啊 安全帽很重要一定要戴 安不安全不重要一定要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屁誰啦 帶著愛出發 Let's go 那你用廣東話介紹一下全部的路徑流程 我們讓香港的朋友也能夠考照 一開始我們會在水泥泥 水泥 水泥地 從一開始這個水泥地上面 對啦 就會開始 是的 一開始之後出去的話就是平衡目 平衡目 要做平衡目 平衡目的話就要7秒 7秒 好 等你 你前面這邊怎麼沒有打 放開燈 左彎 這裡少了一個 重點是過橋的時候 不可以拉 放開離合址 放開離合址 對 拉開離合址 過完之後呢 就回到我們一開始的水泥地區了 回到水泥 找到江頭過了 這樣就好 OK成功 香港考驕照多少錢?摩托車 差不多三萬左右吧 三萬多 台幣 台幣 一般摩托 普通摩托車 香港沒有分白牌、紅牌、黃牌 就一種 對 它是好像四魂的一型 那考汽車咧? 汽車大概落在四萬多幾條的台幣 我靠 四萬多 台灣的朋友 請大家好好感受 要期待台灣的幸福 你們知道香港的停車位 可以一個多少錢嗎? 來告訴大家 香港一個停車位台幣大概多少? 十百多萬 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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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過了 曾經我在香港想要買個停車位 問完之後決定哪條買方式 擋檔子比較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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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是香港的朋友咧 你只要有居留證 你就一樣可以來考東西 過來台灣念書 留在台灣 工作 然後再考機車 遇到一個好老闆 對 開心 這個是26號車的 來幫我拍一下 加一下Live 41號 他們現在可以借機 拿到教練的Live 大哥你幾歲啊? 哇 哈哈哈哈 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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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60 哈哈 70 30 哇 大哥你比我爸還大耶 加油加油 一起考過 教練 教練有人那個 考上重機的時候 會比較好把妹嗎? 騎得好的壞 滿好怕的 所以騎得好的比較重要 還是車帥比較重要? 我覺得騎得好比較重要啊 對 人家的帥比較重要 安全帽戴上去都一樣嗎? 不一樣 安全帽拿下來 那個人就直接離開 對啊 安全帽一直戴著 就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戴上 那你覺得 教練你覺得哪一種 哪一種的車比較好把的 哪一種車喔 騎什麼車 我騎皮車 多騎哈雷 可是我喜歡G-Class欸 因為 我接受就是二手的 OK 有二手要賣我可以喔 你要拿我們的頻道 讓街機買車 所以什麼重機都不重要 重點是G-Class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剛好有G-Class 二手的 可以 他可以付你錢 長得夠帥的話 長得夠帥的話 順便這位看起來 沒有G-Class喔 買車送朋友 買車送朋友 對 好棒喔 可惜沒有G-Class 對 我只有G-Class 我只有G-Class 史密達 不要亂 不要亂 不要亂啊 冷車啊 不要亂 大家早安 今天是考試的日子 現在是早上 五點四十分 等下六點的時候要去 家具辦報道 為什麼一個國家考試要辦在這麼早之後呢 莫名其妙 嗨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早上起了一個大早 我們今天又要來考試了 重機駕照非常快 一個禮拜就要考試了 你有練嗎 一次 對 我們公司太忙了 所以我們只有來練習一次 就算應該OK啦 小時候這麼無照駕駛這麼多次 我們公司考的人 我比較緊張 我爸考我比較緊張 其他自己考其實還好 好那就話不多說 考試吧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公司全數通過 我爸也過了 我們製作人也過了 攝影師你過了嗎 攝影師過了 好考吧 你會去拍嗎 有一點緊張 好像訪問一樣 對 他們現在還在繼續考照 不過我們就 開心 全數通過 現在是考 一般的摩托車 就是 以前在我們那個時候 考摩托車 都是在路邊練習 直接道路練習 先無照 騎到監禮站 現在好像 要考一堆 不容易 不過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 考難一點 三包可以比較少一點 今天非常開心 就我們全公司一次通過了 耶 那我們再次呢 就要感謝我們的瑞言 駕馨班的老闆 也感謝他們借我們的場地 你想要開計程車 或者是你想要幹Uber 你都可以來這個駕馨班裡面 然後去做訓練 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重機駕馨班 不過在此 也要呼籲各位考到重機騎士的朋友們 就是既然你已經有汽車路權 就是不要這樣子在車上亂轉 然後安全駕駛 就是這樣才能夠 保持大家一個 比較好的重機環境 安全很重要 不過最後要離開的時候 有點趕上 好正喔 這個訓練了 整整一個禮拜 是充滿了回憶的地方 沒有我 我只是趕上女教練 再也想不到 好啦 最後總而言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記得按訂閱和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超新的小鈴鐺 下次再見囉 拜託 老闆你在這邊經過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看過什麼很白爛的事情 三個禮拜好像有兩個 笨蛋 然後就騎著嬉皮車過來這邊 上禮拜嗎 對 午夜花爆 午夜花爆了 車隊長 以至於車隊的名義做的擔保 挑戰直線七秒 這個晃動 這個晃動感 哇GG史米達 這個晃動感 五夜花爆 你這樣怎麼當特工隊長 我們都騎蛇型的 別跟我開什麼玩笑 不容易 我再一次 我再一次 五夜花爆隊長 再次挑戰 不要吹好好去 你看 不到 媽媽的 這還開始不到 一公尺 一公尺 好來好好好 你比那頂間有個重點 你要往後搖 喔 學到了 來 哈哈哈哈哈哈 這出力去就歪了啦 唉唷 帥帥帥 唉唷 誰是個孩子 雖然教訓班 對我很好 正常來說不能這樣玩 對對對 這是在私人場域 你才可以這樣玩 沒錯沒錯 感謝啦 感謝各位 那你要不要考到了 野萊七尼亞 哈雷來試試看 可以嗎 私人場地 胡搞瞎搞 盡量不要胡搞瞎搞 今晚我想來點阿仔獅 今晚我想來點阿仔獅 超級不斷 的